我覺得不會是重口味的 除非他剛說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變成兩個男的 我還是把這個官司打作重口味 是不是 就是你心外與外的 然後對胡耀輝來說 重口味對他來說根本就不存在 因為他就朝整個目標來開始 所以他需要人家撒點花 他就需要撒一點小清心 就是你去很閒的東西 對天湯一杯清淋水喝一下 還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羅永昌跟葉偉人兩個 其實從來沒重口味 他們都很乖的 都聽本電影局的規矩 所以他們拍的戲其實一點都不重口味了 然後我覺得重口味 其實我們電影上的重口味 在香港來說 其實跟分歧一 一般來說三幾天我們就要調重口味 為什麼 因為三幾已經本身有免明的規範 有一種審查的規範 所以我們挑戰這個審查 就變成重口味了 所以我是有些看法 小孩原本想要去看迪士尼 或者喜洋洋 突然間斷手斷腳乾是重口味的 就是你父母的錯 不是過幾天的錯 是不是 過幾天肯定沒錯的 這是我的錯 但是這個電影院也沒有進去 沒有分歧吧 對 所以又回去我們那個 那個電影制度了 就是所以 我們還是跟所有我們電影同樣一樣 對中國內力來說 我們必須要呼籲 快點去分歧 因為剛查理楊曉琳說 我的篇不是他也小孩看 但是我們的國情是 你一部篇就 八歲到八十歲都 個人都要進去看 因為一天沒有分歧 我們就會 每一八歲 告訴他中口味還是清口味 自己洋洋還是西遊小貨篇 所以我們這些話還是要傳到最上面說 好現在換個新單子了 所以我們趁有機會 就讓我們分歧制度能推 推